Michael,我知道你正在陷阱 所以打算過來幫忙 其實也不太適合 不適合不要緊,我之前跟你說過 我會幫你忙,是你自己說要請人 你聽到了,Michael說你不適合 對 你可以走了,再見 Michael,他們現在全部 在等我們的項目工作 之前我問過肥仔蔥他們三個東西 花孔全都燦燒燒 你會不會有一個比較整齊的項目 我那些也不太齊 連你也沒有,那誰會有? 那個教授項目一向都是Jean保持開 你們沒人知道密碼是多少嗎? 那也成年了 就算不知道密碼是多少 也可以重複它吧? 他從來只有姜姐重複我們的東西 我們怎麼敢重複它呢? 不要緊,那女人認識的密碼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樣而已 他生日是什麼時候? 1981年10月28日 好,試試試看 好 不到了 會不會是月份和日子相反呢? 這樣的年紀也要輸入電腦裡 真是挺眼淵的 不如試試看Michael的生日,好嗎? 哪有會設置上司的生日做密碼的? 你生日是多少? 我問你們,我問你們 是他弟弟,你最清楚吧 我想三十四、二十四… 哪有可能?我想最多三十二、二十八、三十八次 你沒看過比例這麼傾盈嗎? 其實不是 傾不傾盈這些事有時是天生的 你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嗎? 那怎麼辦?你們整個部門 都沒有人能開到電腦 那沒有密碼真的沒辦法,是嗎? 那就撞吧 撞,撞多點像鎖機,那就麻煩了 為什麼你還在這裡? 反正我還沒走 我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你怎麼可能知道密碼是多少呢? 那又不是每個女人只懂得賣身材 一個有教育的女人 不會用這件事來做密碼的 試試3M2K 真的行嗎?一說就中,不驚訝 為什麼你會知道? 很簡單,3M就是Michael,阿姆和曼哈頓 而2K的第一個K就是姜聰 而第二個K就是姜蓉 對於姜蓉小姐 這裡早就已經不是公司工作的地方 這麼簡單,而你們也不是她的同事 她早就當你們是家人 所以她設密碼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會想起你們 所以她和你們之間的關係 外人是不可能加入的 總之可以開到電腦 找到一個電腦就行了 那我先看看 其實姜真厲害,花腿很小 那這個來看看 好 這麼多缺乏分好了 自己種的花樣的魚都放在這裡 她真的有空 你不知道每一次開始設計之前 都要研究那個地方和附近的植物嗎 植物會反映當地的氣候和土質 這個,就像土岑鄉一樣 在香港和內地都是受到保護的 如果你師工的地方有這件事 你可能不可以在那裡師工 又或者要花費很大量的金錢移走它 對於整個預算和師工的時間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還有,如果附近有河的話 也會有很大的問題,一定要小心 花這個 盧氏小樹蛙是受保護的動物 要很小心處理 所以說工具不只是硬件那麼簡單 不過這些行內人不知道也不奇怪 好 請坐 請坐 不好意思,剛才在這裡的時候 可能我的語氣比較重了一點 不會 對了,為什麼你會知道 姜小姐的密碼? 心 Don't ask 這件是 不見的 你找了什麼? 沒事… 其實我很驚 Unreal 你是好像很清楚我們作得佈閉的運作 尤其是我們這個永不倒的傾斜 好, 現在我再說最後一次 你那個塔我碰到也沒碰過 是它砸的, 你現在請不請我? 好, 我現在馬上上來 老公, 請你進去吧 小小麻煩請你坐下等等 好, 沒電嗎? 不是今天早上插曬書出來嗎? 有電話嗎? 我怎麼反應呢? 不是要一個警察座才行嗎? 這裡很差 今天是不是有孫淑媒 你這部門見過行政經理這個位置 你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明朝那個孫淑媒也不夠誇獵 怎麼會適合Michael呢? 還讓他見Michael 我也不覺得他適合 他一年前也在這裡做過 跟手被我們解僱了 不過他真的懂得挑戰我們 知道我們公司2040轉了政策 知道我們總理這個位置不需要大學 只要他有同等資歷也行 他給我看的資歷就好像沒問題 我真的不會判斷 所以我會向Michael… 好…你又不可以說 他不適合打電話 慢著 其實剛才我跟他談了一會兒 好,知道 小姐,現在請你進去了 這邊 小小姐,請坐下 英廣,你來申請我們的行政經理嗎?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你的Grawley也不夠不夠 不過,最後的決定 還是放在這個部門的主管 米生,Michael 一年前,我們公司發生了一件奇怪事 永不倒的傾斜 是經過精密的計算 但誰知道就在表演的時候 突然之間倒下了 當時大家都覺得是你弄壞的 所以就開除了你 之後公司發生了一些事 就沒有再結束這個項目 現在你來了 而我們又想重新啟動這個項目 其實時間可以說是對的 在司,我想我和你都想知道 為什麼這個斜塔會倒下了呢? 在公,我們更加要搞清楚這件事 如果真的設計上有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在技術上調節 然後才可以重新啟動這個項目 正確 這個項目已經耗了一年 既然Michael說你適合做行政經理 只要說你可以幫到他和他的部門 完成這個項目 就是請我? 當然,不過有一個條件 你必須在三個月需要期之內 幫Michael完成這個項目 有沒有信心? 你有沒有信心? 我們會盡力… 好 我們鄂市歡迎你 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我做了三個月後 有沒有薪金加的?